欢迎收听财经人平方After Meeting Podcast 现在录制时间为台湾时间8月7号上午11点整 今天的主题是 美国选举经济学第二步 选情胜负已分吗? 选举人制度才是重点 按下订阅让我们开始吧 哈喽,我是财经人平方的Roger 上一次我们有聊到美国选举经济学P1 来分析川普跟拜登两个阵营的政策比较 有一个很小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 就是经过社区型的公园 然后就听到公园的两个一群阿伯 他们都来讨论说川普不贏了 然后说拜登那拜什么等 那应该贏了 因为什么什么 我又突然发现说 好像在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开始讲 这个主题之后 然后有一个舒适圈 然后听到这个字就特别敏感 然后我就觉得说 真的剩不到100天了 大家真的都开始在讲美国的政治 那跟我们什么关系 因为政治会影响经济 所以今天我们一样邀请到我们的研究员 Jason来跟我们分享 还有我的第二步的看法 欢迎Jason 哈喽,大家好,我是Jason 对,Jason你有感觉吗 推出之后好像越来越多媒体 开始有讲美国大选了 有啦,我们上一次推出Podcast文章之后 每次回家看新闻看媒体 都发现大家开始讲 拜登好像要赢了 对,但其实这都是媒体 他们就是普风作影得来的 但回到爱民方的角度来讲 我们还是要拉一些数据 然后跟我们的一些分析 让大家知道说 现代的选举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跟我们接下来到底要看什么 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一个主题吧 首先第一个主题是选举的民调 那其实我们M平方在7月的时候 已经有建立一个民调 这民调的来源是RCP 它是一个美国的整合的 一个平均民调的一个网站 那其实这个民调也 及时的去秀出说 现在两个候选人之间 目前的全国民调的状况 那我就想听Jason来分析一下 目前的民调的状况你怎么看 好,我们先了解一下 其实今年有三个事情 重创了川普的选情 疫情,经济,还有种族的议题 那一年前 其实没有人想到川普可能会选不上 到现在这个地步 对,一年前如果有人跟我讲说 今年会川普选不上 然后还会有COVID-19 我相信没有人会相信 那其实4月以来 受到新冠疫情,还有连带的经济重创 川普在全国民调 其实大概从40多%稳定的下滑 但是这个情况下 拜登其实也是同步下滑了 是不是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统计的方式 这个我们不确定 但其实最关键的时间点是在 5月底6月的时候 爆发了弗洛伊德黑人 他被白人警察杀死的事件 那其实全国各地都纷纷在出现抗议跟暴动 川普在这边的操作其实是比较不好的 他扬言要出动国民兵来镇压 他甚至派出很多联邦调查局的人 在抓抗议民众 独立日那天的演讲 他也在批评说 现在美国充斥着马克思主义 法西斯主义 或者左派的极权主义 这一系列操作 其实对他的选情是蛮有影响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段时间 拜登跟川普的差距来到将近双位数 就连是比较右派的Fox News 在6月初的民调 也是显示拜登大概50%的支持率 川普只有38% 连Fox民调都是差这么远 因为Fox已经是非常支持川普还有共和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6月的时候其实差距有明显的拉大 我们上一集应该也有讲过 就是如果明天就办选举的话 拜登的赢面很大 虽然说这两三个月还是会有很大的面数 不过其实8月初以来 大家可能会发现到 有些民调差距开始在缩小 像是前几天 我来看M观点的时候 他就有发一篇文章提到 上一个礼拜 有一个民调叫Emerson College 拜登跟川普的民调就已经收缩 差距收缩到4%左右 最新的几间民调像Hill 也是收缩到3% 所以其实有两种解释 一种就是疫情跟经济的影响 疫情经济种族的影响 慢慢弱化了 弱化了正常化一点 当然还有可能就是川普的选民被激化了 被激动到 一定说我们不能再沉默了 对啊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刚刚谈的这些事情是 我们刚刚谈的这些数字是全国的民调 对 但民调 全国民调会有一些盲点 第一个 就像我们刚刚说 每一间民调会有自己的立场 右派的可能是Fox News CNN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倾向民主党 每一间民调跟民调机构都会有自己的立场 会影响到结果 第二个 我们刚刚说的Real Clear Politics 它是整合各间的民调数字 所以会有 因为会有平均计算的问题 他可能会忽略一些 先行反转的趋势 对 这是Real Clear Politics的一个小缺陷 第三个就是很复杂的问题 就是包括民调到底准不准 因为民调是用抽样 可是这个抽样是不是真正随机 你用手机还是用电话都会有所影响 所以民调抽样方式是有受到质疑的 再来第四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美国的选举制度跟我们的想象不太一样 你看全国民调会漏掉一些关键的因素 其实刚刚Jason已经讲到一个重点 美国选举的制度其实不是全民普选就能决定出总统 最重要的就是选举人制度 其实选举人制度 我觉得今天这个Podcast就请Jason再帮大家来介绍一下 到底什么是选举人制度 而且我们常常听到有蓝州红州 甚至最关键常听到摇摆州 这样子的状况跟选举人制度 请确认帮我们解释一下 大家可能会 大家多多少少都记得4年前 2016年的时候 希拉瑞当时跟川普打对台 希拉瑞当时真的算是气势如虹 因为他当时已经是欧巴马时期的国务卿 出了一个欧巴马史上第一位黑人美国总统 接下来大家都以为要出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了 对所以他那个时候算是声势非常的高 但大家都知道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选举的结果是这样子 希拉瑞其实在全国普选拿到6000 将近6600万票 川普只拿到6300万票 但川普怎么赢的 他其实是靠一个选举人团的制度 我们接下来我们等一下会介绍 川普的选举人团票 他拿到304张 超过希拉瑞的227张票 最后就成为了美国第45任总统 其实川普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 全国普选赢 民调输 全国普选输 民调输 但是选举人团票赢的总统 历史上发生5次 川普是第5位 那在前一次就是2000年的小布希 再前3次都是大概19世纪 非常非常老的总统 所以他发生过 但非常少次 所以其实用历史来看是非常罕见 的确是蛮罕见的 那所以我们可以说希拉瑞 他虽然赢了人数 他赢了民意 普选民调 但是他输给制度 相对来说川普 他从来不是靠全国民调 全国普选赢的 他是靠选举人制度 赢了2016年的选举 那我们这边讲三个概念 选举人团 你要了解这个概念的时候 你至少要了解三个概念 第一个是选举人团 他是间接选举 或者是他不像台湾在选总统的时候 我们是直接民众选出总统 他有点像是议长 像我们在台湾 我们是先选议员 市议员 市议员再帮我们选出市议长 在美国的状况就是 由选举人代表着美国的选民 去选出总统 所以他是一个间接选举的概念 你可以想到选举人就像是一个机器人 会帮你执行你的投票意志 选举人团怎么产出的 我们等一下再讲 第二个概念 就是所谓的赢者全拿 这个概念有点像是 假设说今天拜登在加州 拿到相对多数票 拿到超过50%的票数 加州所有的选举人团票 都会冠给拜登 也就是现在加州选举人票是55票 如果他拿过超过50% 55票都属于拜登 没错 唯一的例外 是缅兴跟内布拉斯加州 他们里面可以分歧 只有这两周是例外 其他全部都是赢者全拿 第三个概念就是 每一个州 他们有多少张选举人票 每一周选举人票数是等于参议院加众议院的人数 那参议院每一周都是两票 众议院是按照人口比例 所以像我们刚刚说的加州 就是53张众议院的票 再加上两张参议院的票 所以加州就55张 纽约也是一样 纽约有两张参议院的票 27张众议院的票 所以纽约就有29张选举人票 全美总共有528张票 代表你要怎么赢 这边有两个重要数字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528 全美528张票 你只要拿超过270张票 你就是总统 那我们刚刚说川普2016年的时候 他拿了304张选举人票 因此他成为最后2016年的总统 那我好奇问一下 那每一个州到底要怎么选出 所谓的选举人团 OK 其实美国的宪法只有规定 你每周要有选举人团 然后要有选举人团来代表选民去投票 但没有规定每一周要怎么去产生 所以每一周的规定是不太一样的 那大部分的状况就是 每个政党 你在各州推出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就会顺便推出你的选举人 那通常他们这些人都是长期 为该政党服务的忠诚党员 OK 所以事实上每一个州 他选举人团的产出方式都不太一样 了解 那其实听起来选举人 他是依据民意而选出来的选举代表人 所以他应该要follow民意 那我问一下 如果说今天这个州 他们选择的是民主党 最后选举人 这个人去投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这样子是可以的吗 这个就是美国政治 还有美国投票制度非常 tricky的地方 tricky 甚至很畸形的地方 那刚刚说 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跑票 就是我相信我的选举人 55张票 假设说我在加州的话 55张票都会投给拜登或是川普 那他有没有可能跑票 事实上这是一个专有名字 叫失信选举人 Faithless Elector 那发生过 历史上出现了165位 200多年的历史中出现165位 适信选举人 那其实大部分有一半的人 是因为选完之后 全国铺选完之后 到他们选举人要投票之中 总统候选挂掉 所以你就没办法再投他 那也有发现 也有出生过弃票 但剩下的就是因为个人选择 而跑票 像是其实2016年的时候 就有选举人不愿意投给川普或希拉蕊 而有7位候选人拿去把票拿去投给其他人 OK 那其实为了避免这种跑票的发生 因为你都已经相信选举人会帮你投票了 结果他还跑票 这个事情是非常的诡异 所以各州为了跑票都有立法约束 比如说他会要求选举人要宣示 或者是如果你真的投给其他人的话 你可能会被撤换 你的票可能无效 或者是你可能会受罚款 对这些都是一些确保选举人不会跑票的状况 总结来说选举人可能会跑票 但通常都会有一些像英零的制裁 像是把他换掉 法律的制裁 对 好 那我其实刚刚算了一下 你 Jason刚刚说全美的选举人大概有520 就总共有528张票 是 他是偶数 对 对 那偶数的情况下 如果刚好出一个评票 对 那整解呢 如果像是刚刚说的 理论上来说 赢者全拿的状态 不太会评票 但是因为我们刚刚说有可能跑票 对 那就 真的有可能出现评票的状态 非常的少数 那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小 非常很冷的很冷的很冷的知识 如果评票的话 众议院来选总统 参议院来选副总统 是这样 那更tricky 众议院是按照人口比例 按照人口比例选众议院 所以加州的众议院人数最多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众议院一周只有一票 所以加州跟纽约跟阿拉斯加都只有一票 你拿到26张票 美国50周 你拿26张票 你就是总统了 了解 对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神奇的制度 但我相信历年来从来没发生过吧 这个应该是没有发生 发生机制 太低 太低了 对 OK好 我们刚刚其实介绍了目前的全国民调 然后选举人制度 那接下来我们第一个单元也介绍到这边 那接下来我们就听第二个部分 好 刚刚上一个单元介绍完了我们全国民调跟所谓选举人制度 那接下来回到数据本身 我们其实除了全国民调来看之外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数据可以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可以让我们的用户跟听众一起来做观察跟追踪 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到所谓蓝州红州甚至是摇摆州应该有很多是要以各州以周围这种单位来看这样的一个数据民调对吗 是 如果你去观察各个州 尤其是关键的摇摆州 你更能知道选情的结果会怎么样发生 不过我们拉回来一点 什么是蓝州什么是红州 可能有些观众不知道 蓝色其实是民主党目前的代表色 红色则是共和党的代表色 民主党就是拜登的政党 川普共和党 但这个习惯其实是在2000年之后才建立的 2000年小布希选举的时候 这个习惯才建立 这个历史来说非常有趣 在彩色电视出来之前 根本你是不需要 看不出什么色 甚至其实在当时 共和党更常用蓝色 民主党更常用红色 因为民主党相对来说比较偏社会主义 或者比较偏liberal 那个时候红色其实是比较像是 社会主义的代表色 比较像是民主党的颜色 2000年的时候 New York Times 还有USA Today 他们率先用红色来代表共和党 理由非常的简单 红色是Red Republican是共和党 所以两个都是R开头 字母一样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这只是一个习惯而已 但是大家就 过去20年来都沿用这样子的颜色 所以传统的蓝州 或所谓的民主党的铁票仓 主要分布在东西两岸 像是加州 纽约 纽泽西或是华盛顿州 这个华盛顿州不是Washington D.C. 是西雅图的那个州 OK 像是传统的红州的话 共和党的铁票仓就比较分布在 美国的中西部还有南部 像是德州 亚利桑那州 亚利桑那州就是凤凰城 太阳队凤凰城的所在地 OK 还有像乔治亚州 密西西比州 路易斯兰娜 奥格拉河 这些比较偏向农业 传统制造业 传统工业的一些州 受别 不属于传统蓝州跟红州的 我们就称之为摇摆州 因为这些地区他们的选民结构 相对来说比较平均 不会完全偏袒兵州党或完全偏袒共和党 这边我们跟大家讲三种摇摆州 这三种摇摆州 也会是接下来未来三个月 非常需要关注的选战地区 OK 第一个叫做铁锈带 我们上次有讲铁锈带 来来来 平反一下 对对对 兵州 密西根州 还有威州 那兵州的话就是费城七六人的所在地 密西根底特律 活塞的所在地 那威州的话 威州就威斯康星州 最近很红的 郭董说要投资 要投资富士康在那边 然后还有密尔瓦基公路队 这三个州为什么叫铁锈带 其实他们是1940年代汽车制造业的工业重镇 随着1970 80年代 美国的制造业开始出现空洞化 产业外移 这些地区的人民受到严重的经济打击 尤其当地很多的比较偏高龄 白人劳工阶级 他们的生活水准都明显的下降 蓝领这一种的 没错 那他们在2016年的时候 其实就是川普胜出的关键 这三州传统的民主党州 跑去投了川普 共和这边 当时希拉伟以为威斯康星州稳到不行 他甚至没有去那边做集会或是演讲 因为他认为就是他的红州 他认为就是他的蓝州 他以为他一定稳稳的拿 对 结果这三州都跑掉了 其实我姑姑就是住在密西根 他也不敢相信 川普现在在2016年变天 所以铁锈带非常的关键 这三州 兵州有20票 密西根州有16票 威斯康星州有10票 加起来就有46票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 川普会反败为是一个关键 但他现在处于一个蓝转红的阶段 当然拜登其实是这边有趣 拜登是费城出身的人 他小时候就是出生在费城 他很有可能又会在这一次拿回冰州 所以铁锈带是一个关键的地带 第二个关键的地区 所谓的阳光带 包括亚利桑那跟德州 先讲一些阳光带是什么 其实阳光带是几乎整个美国南部 北纬38度以下都可以叫阳光带 所以像是佛罗里达加州的南部 然后还有一些像是阿拉巴马州 这些都算是阳光带 但是我们今天特别聚焦在 亚利桑那跟德州 这两州都是共和党的最大票仓 德州38票 亚利桑那16票 所以加起来就有54票 就比刚刚田校大还多 对这是共和党最重要的票仓 因为其实共和党很多中西部 都是面积大 人口少 对所以其实他们的贡献不大 亚利桑那跟德州 就是他们最重要的票仓 但是其实我们上 如果有关注我们的美国政策的文章 我们有写到移民的政策 德州亚利桑那靠近墨西哥 还有中南美洲 这边的移民人口 还有少数族群的比例 不断的在增加 像是2014年 拉丁裔在德州有39% 亚利桑那只有31% 所以共和党在 他们比较偏向白人的这些优势 一直在缩小 相对来说是在转往民主党 就说一个红转蓝的阶段 而且今年疫情严重打击 德州非常严重打击 所以拜登又出现了 有没有可能翻盘的可能性 其实拜登今年第一个竞选广告 就是电视竞选广告 就打在德州 他用广告在讲说 这个病毒虽然很强悍 但是德州更强悍 OK 来试图打击德州 好有目的性的广告 非常有目的性 而且非常精准投放 OK 所以这是绝对是他的策略之一 阳光带的亚利桑那跟德州 红转蓝的阶段 也是需要关注 不可能的 第三种摇摆州 他们我给他们的称号叫做美国的章鱼哥或美国的天狱里 是怎样 特别准就对了 如果有人可能如果有台北市的观众 那可能就知道 士林区有一个天狱里 他们因为选民结构跟整个台北的结构非常像 通常都会选出台北市长 虽然上一次没有选中 but anyway 他们的预测能力很高 美国有两个州就是这样子 一个叫佛罗里达 一个叫欧海洋 二亥二州 二亥二州就是克里夫兰 Lebron James的出生地 OK 佛罗里达29票 欧海洋18票 然后这两州 他们在二战之后 通常在选总统的这方面 没什么出错过 佛罗里达只错过两次 欧海洋只错过一次 也就是说 在这两州胜出了后 你如果是总统候选 你只要在这两州胜出 几率很高 你胜率太高了 你胜率可以高达八成九成 所以一定要拿下这两州 就几乎等于拿下总统的宝座 刚刚其实讲到三个 一个是铁锈带 一个是阳光带 然后再来就是Jason提到的 美国的张宇哥 张宇哥跟天狱里的这种style的州 那这三个看起来都是 这两位候选人 积极要去攻城掠地的州 对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收敛一下 川普的目标跟拜登的目标是什么吗 好 如果 如果我们把传统蓝州跟传统红州算下来的话 拜登目前稳的票 大概有230多张票 川普 如果我们把传统德州 OHはいo还有亚雅玛神纳都算在川普这边的话 川普有227票 重点还是会落在像是我们刚刚讲的铁锈贷 但是有没有可能德州也在算那 Ohio或弗吉他翻盘 这就是他们两个人要争夺 争夺的宝地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总结 拜登的目标 就是在新旧女朋友之间的选择 新女朋友就是仰光带 如果他想要颠覆德州 或者他想要颠覆亚塞纳州 这会是他的一个目标 那旧女朋友 就是他要拿回 希拉维当年输的铁锈袋 三个铁锈袋 密西根 然后滨州 还有威州 如果拿下这三个 当然一定 他的票数至少278张票 一定是选择 OK 那川普的目标 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告诉现在的女朋友 他还是一样好 他要巩固欧海洋 巩固佛罗里达 巩固Texas 巩固Arizona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 其实选战也是相机的爱情 好贴近其实是 OK 观众会不会想说 Facebook已经没人看到 结果Think Podcast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有这个字 OK 那我们这样提到了 刚除了民调之外 还有摇摆州 蓝州 红州的状况 那其实不只是跟民调 他有绝对关系 其实跟施政这一块 对川普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indicator 那Jason跟我们分享一下 川普目前的施政 跟他的施政支持度 我们是怎么看 好 我们 一名方文章常常讲说 川普的亮点在他的经济牌 是 川普过去这四年 扣除当然扣除经验 失业率最低 薪资成长率很高 通膨没有起来 股市创新高 所以他的经济牌 他在经济的施政牌 经济的满意度非常之高 但其实如果我们去观察 所谓的施政满意度 施政支持度 也是说整体的 川普可以说是 美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总统 那为什么我们要观察 施政支持度 美国有个权威的民调机构 叫Gallup 盖洛普 他们发现1920年代之后 施政支持度超过五成 是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是现任总统能不能连任 这个指标 那其实他的背后的 直观概念也很简单 就是 人民满意 你如果选上之后 然后人民不满意 你施政支持度一直在低 一直在掉 你也不会选上下一个 对 你连任很难 对 但我们可以发现 川普过去四年 非常有趣的是 他一上任 他的施政支持度就不到50% 这是个 也像是 新车一落地就掉 就打五折的概念 这四年 经历过这么多事情 像通俄门 弹劾案 新冠疫情 然后国内这样 抗疫动乱 他的民调一直都处于 大概在37%到43%之间震荡 一直都没有超过五成 所以可以算是我刚刚说的 美国最不受欢迎的总统 当然 这有没有跟民调机构 或是选民的一些偏见有关 这个我们不太确定 但整体施政支持度 他其实一直都是不高的 always都是不满意度 大于满意度 不过有趣的是 他在经济的支持度 通常都是很高的 不过我们之后 我们会发图表 我们会把这个数据建在网络上 大家也会发现 最近经济支持度 一直在下滑 这也是他非常 今年战况焦灼的一个结果 可能也因为COVID-19的关系 当然 一定是有关系的 我们有提到了施政支持度了 然后加上摇摆州的一些状况 还有全国民调 对还有全国民调 还有没有一些 不是正规的数据 也可以来帮助 美国总统大选来追踪的 有 其实民调 我们刚刚最一开始的时候 讲到民调是有限制的 你能不能随机抽样 取得民众意见表达 就会大幅的影响民调的准确性 再还有几个 民调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在政治的学术论文里面 都有在常常探讨这个事情 就是民调它没有诱因 你的受访者没有诱因 没有金钱的诱因 为什么你一定要真实回答 或认真回答 乱打 当然你有可能乱打 你就说我不知道 对 你没有金钱的诱因 第二个是 其实你有可能会受到诱打的方式 如果今天是Fox News或是CNN 他们会问说 从问题上就框住你了 对 他可能会讲说 拜登好像不太会经济 你要支持拜登吗 但有可能诱打 所以民调是会有一些局限性的 当然 那再来就是民调成本其实很高 你不可能每天做 你做完之后 比如说你花了一个礼拜做 你也是要需要花时间整理 分析 然后发出去 OK 所以民调成本高 你不可能每天连续做 再来第四个就是 现在手机跟网络都很普遍 你如果用传统式化来做民调的话 能不能 非常的随机抽象到所有的民众 这也是有问题 所以民调 其实是有局限性的 那相较来说 这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讲说 还有什么数据 可以告诉我们 那非常有趣的是 其实 赌盘 竟然是赌盘 政治赌盘 或所谓的 美国他们其实叫预测市场 讲好听 你叫预测市场 Prediction Market 其实就是赌盘 那这个赌盘 有点像是 像运动博产 你可能会赌说 哪一个队 会赢 一样的政治 你也可以去赌 那赌盘为什么好 为什么他们相对来说 跟或是跟民调 一样有预测能力 是因为其实 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 你是赌盘的时候 你就有奖励 你如果赢了 你如果猜对了 那你会有金钱奖励 你会有更有动机 去做正确的选择 没错 再第二个是 他既然是赌盘 他既然是一个交易 他可以全言无休 24小时 随时告诉你 最更新的资讯 他相对民调来说 更及时 再第三个是 其实他可以反映出 民调的资讯 你如果今天是赌盘的交易人 你会去看民调的结果 然后再把这个概念 把这个资讯 整合到 你在赌盘的交易的过程 因为很像是我们在做交易 我们在做 在股市做交易 先做一些基本面的分析 没错 然后你可能再回去 整合这些资讯 预测市场 其实在美国非常的 在欧美国家非常的发达 像是1988年 爱荷华大学 就率先成立了一个叫做 IEM Iowa Electronic Market 爱荷华电子交易市场 这就是目前美国 政治选盘非常重要 跟发达的一个地方 当然 就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选举的胜率 赌盘的胜率 只能做交互参考 因为其实赌盘 当然还是有错过 比如说脱欧的时候 当时的选举赌盘 很多都没有赌到 都没有压队 那赌盘胜率 我们之后也会整理在 我们的网站上面 告诉各位 最新的状况是如何 刚刚Jason提到的各个数据 基本上我们在8月10号 这一周 除了会有完整的选情的分析 然后变成一个部落格文章之外 我们也会把刚刚所有的内容 所有的数据 建造我们的AMM官网 所以欢迎各位听众 或是用户来我们的官网 来跟我们一起追踪这个数据 以上就是我们第二个主题的内容 好 刚刚听完前面两个主题之后 我们这一个最后一个章节 我们来做个好好的收敛一下 其实我们有提到 整个选举的过程到11月3号以前 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会发生 Jason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关键时间点 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 好 其实这边有五六个重要的时间点 大家可能要关注一下 在我们录音的当下 也就是8月7号结束的这个周五 是 参议院正在讨论最新的索困法案 那我们在不管在月报 或是之后的快报 都会提到 是 索困法案的最终结果 是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8月中旬 其实大概就是podcast会释出的这个礼拜 拜登应该会公布副总统的人选 那副总统的天职 副总统的天职是什么你知道吗 完善总统的政策 不是 就是等着总统挂掉 OK 所以拜登 但是拜登特别 拜登今年承诺会找一个女性 来担任副总统的职位 那其实 再加上今年这个种族议题 外界猜测 他非常有可能寻找一个黑人的女性 来做他的副总统 那这 的确是或许是友善于他的 来打种族牌 种族牌 对 所以8月中旬 拜登会公布他的副总统的人选 是 再来 8月底 民主党跟共和党分别会举办全国代表大会 是 也就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造势晚会 OK 所以这是他们跟他们的选民 沟通的一个非常良好的管道 是 再来第4个就是总统辩论时间 9月29 10月15 到10月22 三次的总统辩论 两个人会直接上台对决 不知道会不会是线上辩论还是一对一 对 但是其实这个非常要注意 就是川普的强项其实就是在演讲 辩论 他非常接地气 有群众魅力 所以辩论是他 可能是他的强项 川普的团队 现在有在讲说 他们想要加开 甚至提早辩论场次 我觉得可能就是他们想要靠这一招 来翻转一下选情 然后去打一下拜登的痛点 对 辩论完其实就差不多时间 就已经准备要一决高下了 11月3号 11月3号全国普选 全国普选完 其实当天你就知道选举人票的结果 12月4号选举人才会 正式去 正式在每一个州的首府集合 然后投票 2021年1月20号 美国的新恩总统就会就职 好 这样听起来大概有五六个时间点 其实M平方也会在 这五六个时间点发生的时候 也会出具这样的报告跟快报 然后让我们的听众 或是我们的MPro用户 一起来及时掌握这样的状况 那来一个小结论 刚刚听起来 川普他现在是处于有点劣势的状态 但是他还有很大的机会翻盘 大家看一下2016年的状况 拜登他现在要维持他的优势 Jason很简单 先帮我们收敛一下 川普要怎么赢 拜登要怎么维持优势 川普现在的民调已经开始在慢慢 差距在收缩了 川普有在谷底翻身 我自己是认为他虽然是现任总统 但很特别是他要采取攻击的姿态 他要打几张牌 第一个他当然要打防疫牌 第二个他已经开始在打抗中牌了 第三个就是价值牌 防疫牌是什么 其实川普前几个月都不戴口罩 这几个礼拜他开始说我们戴口罩 戴口罩才是爱国 甚至他有在说 疫苗有可能会在10月3号出来 还针对这个日期 防疫牌绝对是 因为防疫牌就影响到经济牌 所以这两个一定是他会着重的焦点 抗中牌 他在这几周 其实已经放出国务院的几个鹰派 让他们发言 包括蓬佩奥 国安顾问 然后检察总长 还有FBI局长 这几个他们都出来抨击过去中国的一些政策 所以抗中牌 看起来是有在出牌 有没有对选民有直接影响跟有效 这个我保留 对 但我觉得抗中牌是他们现在的一个 他们现在在做一个方向 再来我说价值牌 其实就是要激化 两极化选民 然后他巩固自己的铁粉 那铁粉在意什么 他们在意枪支议题 涌枪 他们在意非法移民 他们在意传统制造业 有没有办法回流美国 这些是川普原本的铁粉 就在意的事情 也就是说他要把疫情搞好 经济搞好 把他们原本在意价值观 对 巩固好 这是川普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 而且是要非常积极的在做一些攻击 拜登他算是挑战者 可是他反而现在是 有人在说他是不是躺着选 那我自己是觉得他算是要防御 但他也不可能大意 他可能做了几张牌 还是比如说批评总统的防疫政策 一样也是防疫牌 两个人在今年的防疫 还有健保医疗 一定是今年 都是比较大的主题 针锋相对的一个主题 因为这对美国国内选民 才是他们比较在意的议题 健保牌 我们上次在政策大选文章 也有讲一些比较详细拜登的政策 那有没有可能 拜登继续打种族牌 我觉得是有可能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 他可能会选一个 黑人的女性的副总统 来作为他的副手 但是这个是边 就是有个大的弹数 拜登常会讲错话 对好像第二次了 在8月6号这几天 好像又发生了 就是失言的问题 这样的针对黑人 或什么的 所以他自己我觉得 也要小心一点 也是危险 他第一次 第一次他对某一个记者说 如果你支持川普 你就不是黑人 这个就很大的一个 问题 全场华人 那当然第二次当然就是说 有黑人记者问他说 你是不是要 年纪这么高了 是不是要做一点那个 认知测试 结果拜登就说 你要不要先做 验尿测试 对 验尿有没有 讲起来 对 OK 那这个也是华人 那拜登的确 他有个小缺点 就是他常会 讲错话 对 所以种族牌他这个议题到底能不能拿分 有待上去 但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他可以靠一个好的副总统 是 是有可能在这个地方 相对川普还有Mike Pence副总统 两个都是老白男 对 比较有的是 OK 那如果听众想了解川普到底要如何扭转他的劣势 在拜登要如何维持领先呢 请大家一样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些数据 那我们在8月10号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有专业的 这一周也会有专业的部落格的文章 那有更深度的分析 那Jason讲的东西呢 会更全面的呈现在文章里面 那欢迎大家来我们的MN官网 那跟我们一起关注 那今天的介绍内容差不多到这边 那我这边想要偶来一个工商服务的时间 那其实也是跟M平方MN Pro有关系的 也就是我们在8月10号的这一周 财经M平方第一次跟远见杂志 有一个品牌联名订阅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 内容是如果你花了5990块 然后购买一个原价 是10400块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内容包括财经M平方一年的会员期 还有远见杂志一年份 它是纸本可以翻阅的杂志 那还有额外再送一个20寸的零格行李箱 那这个呢 我们的整个优惠从8月10号开始 可是只有限量500组 所以呢 欢迎有兴趣的听众 或是还没有加入成本MN Pro的用户呢 在8月10号这一周 赶快到我们的官网上面来 然后来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立即订阅 那我们这500组做完之后呢 就是这是一个限量的 所以欢迎大家就是立即来跟我们做订阅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本集制作的内容 所以如果听完之后觉得不错呢 麻烦各位听众可以在下方按五刻心 那有任何问题呢 也可以到我们的下方留言 或是到我们的NN官网 让我们知道 那本周的节目就到这边了 谢谢 拜拜 拜拜